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早晨Barbara 早晨 早晨文錦Sir 早晨John 大家好 很久沒有跟Barbara做節目了 今天帶了些什麼來跟我談 我們阿John很快幫大家開了資金樓的圖表 我看到文錦Sir 剛才有說的 現在再搏向下的空間 提淡的幅度 或者直搏率就沒有那麼高了 因為我們從資金樓上面都看到 投資者就好像踴躍一點去搏一些豪倉 無論是貨幣 或者恒幣 都有些好倉的資金流入了 文錦Sir 有沒有說 我們接下來始終外圍的因素都比較多 我都知道有些觀眾都留言 就在問Carrie Trade 拆倉那些東西 這個對於我們港股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 因為大家之前都說 如果那些資金不流下去日股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帶動港股、A股相關的這些指數呢?或者地區呢? 其實大家又不用太恐懼Carrie Trade Carrie Trade其實都是一些對沖的交易 就是它拼了一個頭串 它一定會買回別的東西 就是不一定牽涉 就是因為大家呢 就是突然間那個焦點去了日圓的Carrie Trade 但是我跟大家說 做最大的Carrie Trade那個是日本央行 你怕什麼呢?是日本的企業 是美國政府這麼大的倉怎麼拆啊? 它這些浸是其他那些小一點的 沒有什麼實力的一聲 被人震兩震震了出來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那個日圓的淡倉這麼大 就是它不用這些這樣的消息 它是轉不了身的 因為你二十幾萬張淡倉要平倉 它現在平靜了十七萬張 平靜了五萬幾六萬張而已 但是它一直平倉之餘呢 其實也都有些新倉是累積淡倉 那其實日圓那個淡倉還沒有全轉的 就是大家又不會一下子呢 就將Carrie Trade是全部Liquid 因為現在大家都不是很多錢的 都要去借錢做投資的 那日圓呢 還是借到便宜錢的一個地方 大家都很樂意去借的 你看到大家增上去日本發債 都是因為那個息子便宜嘛 不非得繼續投資日本 你就不用擔心那個日圓會有拆倉啊 大件事呢 那就是通常呢 去到這些內部中幾年呢 會有一次這樣的波動 過了這一陣呢 大家等下一陣呢 我自己覺得不會那麼快出現 不會那麼快出現 不用擔心 所以說那個息差 其實來講日圓還是有一個優勢 維持 而美國和日本的息差呢 接下來日本就央行會議息 他一定不會加息 明天一定不會加息 他只會將賣債減少 去到大約一到兩萬億 維持著這一件事 然後在他加息之前 日本人是很老實的 他會告訴你我下一次議息會加息 就是正如他上一次議息 他會告訴你 今次他告訴你 他會減多少賣債 減多少賣債一樣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我覺得日本要加息去到10月 加都是加10個點子而已 都還是一個低息 跟美國的息差差差很遠的 不用太擔心 所以但是文錦Sir 我們之前就說了 如果那個日圓便宜的話 大家都有體會那個日圓便宜的話 對於這個股市就相對受惠少少 但是之前就是上到 拿回日經平均指數 上到去4萬2 其實就連續跌了幾天 你現在又下回到3萬8的這些位置 你覺得那個 因為我們資金樓上面 或者我們Houseville上面 都是比較看好日本的一些 企業他們的那個盈利 改革等等 的確有些投資者都會說 有些實物的ETF 我們的3153 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短炒的朋友 你覺得駁上還是駁下會好些呢 那個日經來講 日經它回到3萬8 它應該就在3萬8 整固到的 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除非它真的跌穿了3萬7 那麼它整個走勢就破壞了 那麼它3萬8 其實基本上是突破3萬8 才慢慢慢慢向3萬9 4萬 4萬1 4萬2 這樣走上去 它這一段急跌下來 那麼它跟它急升上去一樣 那麼它跟著這一輪 它前一次上4萬 下回到2千多3千點 之後整固完呢 它再上的 我自己覺得 當日本的錢 真是在海外回來的時間 是日本開始加息 日本的債息開始定住了 開始慢慢慢慢上的時間 是會有資金回去 資金回去也會對日本的股市是有利的 所以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那個日經下來 3萬8附近呢 其實是可以買的 還有大家看回 其實雖然說4萬2落到3萬8 但是年初至今 都仍然是一個叫做創新高 都是叫做升了很多 所以剛才問今上也有說了 未來日日日日的走勢 都會是轉強的話 其實投資者不妨留意一下 譬如說 現在用相關的ETF的話 其實你都是用港幣 去買日元的底層資產 那麼你變相 如果說當一個股份是有升的話 你連底層那個日日日的一個升幅 都可以賺到 所以反而現在這個整固的區間 都是投資者可以值得留意的一個方向 因為大家除了說 以留意港股之外 都留意了日股 不如跟文錦Sir很快說了那個美股 因為美股都比較分化 個別股份 還有就是業績期 之前我們都跟大師 他們有做過一個特別節目 你知道大師都是 好像剛剛吃中了這個 這個美股回調的這個浪 但是你覺得AI的熱潮 因為大家之前說 美股都是Trump Trade的主宰了 但是Trump又好像很少 比較涉獵一些AI相關 只不過它是比較重點去保護他們 美國的一些企業 你覺得這個對於那個立子來說 那個走勢 會不會是削弱了呢 因為譬如TSM那些 都是Trump Trade的大動之下 其實都是回調了不少 其實你Trump Trade這一次回來 那大家的焦點就馬上落回去 特朗普那些交易 還有因為之前AI的那個升幅 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可能是有些take profit的 那大家就可以利用這一段時間 AI股開始出業績 做完一個調整下來 你其實長遠你美國那個發展 一定是這些高新科技 是太發展得厲害的 所以大家又不要太過擔心 就覺得說這個AI的熱潮很快就炒完 我不覺得這麼快就會炒完 不過就是說之前可能升得多 那些NVIDIA可能會有整固 但是整固完你當那些資金 重新流回到股市的時間 這些都是大家首選的話題 所以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是的 因為我們Houseville 都是比較 接下來都是會繼續看好這些AI概念 當然暫時來說 見到美股那邊 就領先過我們港股這邊 所以變相都有一些投資者 證如文金Sir都說 你買過股 有時候我也看到 Redgar的廣告 這個美股七紅 都很難選擇 有時候又走勢比較分化一點 所以其實投資者說 我現在才入場的 等到它回調了才入場 可以怎樣選擇呢 當然可以選擇一至兩種科技股 如果因為美股那個入場門檻 一股一股這樣計算的話 相對都比較化學 但是其次之外 其實都可以留意 譬如我們3034 這個納子的實物ETF 其實都多了投資者 就是說不想買這麼多隻 分散到過股的風險 還有就是 接下來除了業績期之外 這個美國的大選 其實都會很左右到 有不同的消息出台 特別是在美國已經收了事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說 都想捕捉在亞洲時段 有一些美國那邊選情的一些消息的話 其實我們都有一批的 納子槓桿發援的產品 看升的 你要追一個額外的升幅的話 有我們7266 但是如果你說這不是的 有時候有些的震盪 可能說未必減息了 又或者是接下來的經濟數據 未必說好像符合市場預期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 我們7268 反向 還有我想問一下 我們都比較多投資者 如果在資金流上面 大家都在畫面上面都看到 我們3433 美債的ETF 這個月都有 整四千多萬港幣流入 最主要就是 就是大家都在擔心 減息 減息 這些長年期的國債 大家都知道 它對於減息的敏感度 是最高的 我們今年 剛剛年初的時候 出這隻產品 剛剛四月和七月 其實都派了兩次息的了 兩次都是 但是如果就這樣計算 那個Coupon都有 整四厘幾樓上 變相對於一些 喜歡防守性 比較高的投資者 其實美債 都可以考慮加入 他們的投資組合裡面 是啊 其實那個減息周期 大家就開始 原本是年初 就想著 可能去到三月就已經減息了 誰知道一直都減不了 其實大家看到 歐洲、加拿大那些 增傷開始減息了 我相信美國去到九月 就肯定減息了 還有它這一次 它真的啟動過減息周期 就不會那麼短的 應該可能會減到這幾息 對於你買債券的ETF 其實就很著數的 是 因為我們看回 剛才麥金Sir都說 減這幾息的話 我們都看回過往的經驗 每減1%的話 其實這個債券的價格 都有17%的一個升幅 所以阿John都開了這個 我們3433的畫面給大家看 其實裡面都已經是列出了 當然你說我們的管理費 NAV有 甚至是過往那兩次的排息 有哪些 有幾多是從那個排息 有幾多是從那個 Capital 在那個成本那裡 在那個價格那裡 排回給大家 因為就是預計 接下來如果減息的話 其實那個價格的升幅 比起你說現在只是排息的回報 其實就更加高 所以變相來說 為什麼我們就說 選一些長年期的債券 因為看過往的三次減息 都會是一些叫做長債 受惠得最多 總回報會是最多 剩下一點時間 當然就說了 比如說了美債 這個叫做防守性比較高些 當然要說一些進取一點的波動性比較大一點 文金Sir你都知道 我們剛剛上個星期 推出了反向的比特幣 這個絕對不是特朗普的受惠 因為他講到明 他是支持這個虛擬資產的 所以變相由他講到明 說支持 多到他預習 令到他的勝算越來越高 其實那裡起碼 是升了1萬元美金的 由5萬4升到上去 至少6萬8左右這些位置 但是因為這個選情關係 突然之間殺出過 賀錦麗還有他的副手 令到好像也有一個明顯的回調 又跌下去 6萬4、6萬5左右這些位置 文金Sir你覺得 比特幣是不是都可以炒一下波幅呢? 比特幣其實這兩天的波幅是大了的 原本那個市場只有正向而已 我覺得永遠都是 當你了解了那個市場 有反向的資產 就是反向的產品 你有很多時候可以配合到 那個市場的消息去做的 就是很簡單 大家看到特朗普市場 炒到過了 那我就沒有理由再去買一些正向的嘛 那大家覺得 那個比特幣去到 曾經去到 昨天去到差不多6萬9 接近7萬 真是有些高的 那你這些情況買反向呢 其實是正確的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那下來這些位置 那大家 其實它就可能在波幅區間裡 上面你就是看著7萬 下面就是看著6萬3 是這7萬元之間上落 那其實你正向也好 反向也好 低的你就買正向 高的你就買反向 那就最好了 是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虛擬資產都是叫做24-7的 無憂的去交易 那變相呢 其實亞洲市段 我們這隻7-3-7-6 就是亞洲第一隻 追蹤這個比特幣期貨的反向產品 所以就可以彌補到亞洲市場 不用等到美國開始的時候 才可以買到 還有就是因為有一些的客戶都妥地說 有一些個別的券商 其實就買不到美國那些的反向產品 那現在7-3-7-6 基本上是很多的券商 都是可以就這樣用港幣就可以買賣到 那正如敏感長所說 你一個的資產總有一個循環 或者總有升跌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說 咦 3066和7-3-7-6 可以做一個叫做Range Trading 你說起碼5萬多到7萬的 其實都可以每一次去到7萬這些高的位置 就去做一個反向 為什麼我們最初會出這個產品呢 因為我們拿了過去10年的一個 叫做Historical Data去看 原來10年之間 其實Bitcoin有曾經做到最好的表現 也都有試過做到最差的表現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個叫做高波動性 所以我們都不希望投資者 只可以一面倒去看升 當然了 有些是你說看淡去做對沖的 有些投資者就說 我不相信這些產品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它們的反向 我們看回第一季來說 原來流入去這些反向產品 在美股那邊的資金 都有7900多萬的美金 去到流入去做反向 所以變相原來在美國那邊 也有很多投資者 會第一季做到這些看淡的部署 始終第一季 就是創了這個歷史新高 上到7萬3萬的時候 那投資者都會說 可以部署一些反向的產品去做 所以變相我們今天 都跟大家說了很多不同種類 都有日股、美股、美債和Bitcoin 文金Sir你覺得我們港股現在短期有看升 還是看淡的機會會比較大些呢? 我看升的喔 港股 因為港股要跌跌穿了的了 就是1萬7點要穿的 但是它今天都不穿 現在踏踏踏踏踏上來 大家不要看得市太淡 市其實應該可以做好一點的 嗯 是的 所以在1萬7之前都快要 可能intraday穿過 之後我記得有一天上去 1萬7千零四點 都是站穩上來 所以投資者你說 如果想慢慢去分注收集的話 我們有3033、3037這些實物的ETF 如果不是的 等到它的勢頭回來 其實大家都可以用一些 72開頭、7200、7226這些槓桿產品 去駁回一個反彈 我們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剛才John也有展示到 我們那個官方網站給大家看的了 大家記著 上去我們南方東英的網站 看看產品的詳情和風險 才有投資了 今天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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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感謝Baba來到我們這個節目了 那你再告訴我一次 我們那個反向南方東英的ETF是多少號 讓我們支持一下它 是的 我們的反向ETF7376 大家都可以在畫面上看到 好了 那我們大家支持7376 好 多謝Baba 拜拜 拜拜 好 多謝Baba 多謝Jong 謝謝 謝謝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定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定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無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選擇